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魏安妇基本上都是日本的女人,但其实也有很多被迫或者被骗做魏安妇的女人是中国人,在那个战乱的年代,他们根本没有地位可言,几乎就是鬼子们的把玩和奴役的对象。 有一个中国女人,她曾经做过魏安妇,有着不一样的人生,她的名字叫做袁淑林,她生在湖北的贫苦家庭,因为常年吃不饱饭,被人骗去走上了那条不归路,但是她比别人幸运的,是她遇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鬼子,她愿意给她自由,她刚坐上魏安妇的时候,就被一个鬼子军官看上了,虽然算我的什么好事情, 但终归她可以轻松一些,她只需要每天伺候这一个人就行,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军官包下,她是为了所谓的爱,那只是一个男人的心血来潮,等到她玩意,也就不稀狠了,才个把约不到,她就被那个军官送给了她的下属,她本以为自己又要开始另一种噩梦般的生活了, 但是事情突然有了转机,这次这个鬼子还算是一个有良心的人,她的名字叫做西山,她并不喜欢她,只是觉得她比较可怜,便向长官把她要了来放在家里养着,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她就一直跟着西山,西山是个善良的日本人,她从心底里反对战争,她还曾经偷偷地接济过很多中国人,到后来,战争快要结束了,她也要回去了,她给了袁竹林两个选择, 要么和自己会日本,要么就去参加新四军,原都没有选,而是回家了,可是西山为什么会让她去投奔新四军呢,难道她认为新四军会有更好的未来吗,其实,西山一直爱着这个女人,只是没有说出口,在她看来,新四军所代表的思想和党派,在未来将会有很好的发展, 另一方面,她也希望袁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,她希望袁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嘲笑的安全的地方,不过,袁竹就还是辜负了她的期望,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北,她在湖北收养了一个女儿,过着幸福的生活,作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未安妇,她的结局可以这样已经是很幸运的了, 不过,如果她听从了西山的建议,去了新四军那里,或许她会有更加不一样的生活,在那个向往自由,讲究平等的集体力,她可以有更好的发展,在那个时候,西山作为一个鬼子,就可以预感到我港后来的发展,真真是很难得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